入门级的颠弓翻饼开始比拼吧 翻饼大作战规则 六名玩家分为三组 自行选择对手进行颠弓翻饼的比赛 翻面不成功或并掉落即为失败 三名胜利者再次比拼颠弓翻饼 绝出一二三名 三名失败者绝出四五六名 第一名获得六十痛快值 第二名获得五十痛快值 以此类推第六名痛快值冻结 并逐出世门立即带走 逐出世门 立即带走 好惨 还得立即带走 是的 平时师傅就教我说 一个好厨子 颠锅最重要 我颠锅已经颠了五十几年了 是吗 现在请大家自行选择对手 我选杨九郎 我让你准备一下 老闹 我让你准备一下 第一座准备好 一二三翻 1二三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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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我带走 一 二 三 翻 一 一 什么 他已经输了 因为他的表放在锅边了 不好意思 腰腰领先 今天下一组准备 一 二 三 翻 这一个比较好 没三个了 翻得不错 怎么 很高 怎么会这样 有光 大意了 怎么会这样 都是大意了 大意了 青和三位开始进行比拼 准备 一 二 三 翻 一 二 三 翻 一 二 三 翻 那我是怎么 我们俩排队的 长包我把这个评斥了是吧 好 我们有请下两位 这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抉择 这就是看谁基本功厉害了 两个棒 两个棒 可以吗 可以 预备一二三翻 一二三翻 没事 继续喊 你教你生效 继续喊 一二三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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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说 我就是那个最努力的人 师父都求我说 徒儿 你不要再练了 你再练就超过师父了 我说不不不 师父我一定要练 我要超过大师兄 大师兄 承让 厉害 你常常有这个下厨是吧 我天天做饭 真假 我给媳妇做饭 天天做饭 下面有请三位来进行比拼 三位 有一位成为被逐出师门的人选 一二三翻 一二三翻 两位少了 你一下都不行 又是你 咱俩上家里就少点了是吧 一二三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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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两圈 那下来就是比较残酷的时刻了 请黑衣人带走最后一名 黑衣人来 哥老师 早就应该把你带走 我不要走 拜拜 我先拿一点给我们的摄像天团 可以 不一桶天团 这是谁来了呀 师娘 怎么会是你呀 我也没想到是我 罢了罢了 看在你这个天赋 也是尚可的份上 师娘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面前的这个盘子里面装的呢 是两种豆磊和两种胡椒 胡椒呢是咱们洛阳美食里的提鲜蜜料 它呢是跟着丝绸之路传入洛阳的 所以说胡椒特别珍贵 那今天你的任务呢就是用筷子 将两种豆磊和两个胡椒 分别乘至这四个碟子里面 完成这项任务 你就可以继续回去接手比拼了 这么多吗 开始 开始 我先试试 这个 还不太好夹 不太好夹 对 看看这个筷子有没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咱作为厨师 就是要考验咱的这个眼力和手 拿筷子的 纹准很的这个稳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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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呢为了庆祝大家顺利通过测试 特意准备了鱼洛牡丹 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三角的洛阳水席 供大家品尝 下面就给大家上菜 水席中的第一道大菜 牡丹燕菜 其独特的工艺是最为有名的 它可以将普通的白萝卜做出燕窝的味道 那也是牡丹啊 花开盛世 在没有浇向百香果汁之前呢 是一朵白牡丹 浇上这个百香果汁之后 就变成了花中之王 摇黄 摇黄 这个是浇炸丸子 这肯定好吃 扣肉 那个是银鱼菠菠菜 用的鹿魂水库的银鱼和梦境的石树 葱烧荤素海参 什么叫素海参 素海参是用葛根粉做的 这是谁的配料 这个是洛阳水席中比较出名的姜面条 它是用绿豆发酵的酸姜做的面条 口感微酸 古时天气寒冷不产水果 因此民间膳食多用汤类 喜欢酸辣以抵御干燥寒冷 逐渐形成了酸辣味酥 清爽利口的风味 水席呢一共有24道菜 分为8凉16热 但是今天只上了其中一部分 让大家品尝 吃之前得喝一口 我们能少喝点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 康食物冰红茶 你是个冰红茶 咱们这杯敬那个 欢迎牧哥 敬那个族出 还有族出的